其實不太好 好 今天我覺得有時候看 看雙打心臟要強一點 好快 對 而且就是第二盤 他也被追上來了 對啊 怎麼一下就變色這樣子 有點蠻擔心 你不可以講一下 我覺得對手在第二盤的時候 他們4比0開始改變打法 那我覺得他們的打法有一些奏效 但是不過我們在快速的 調整之後 我們就把比賽節奏再抓回來了 謝謝他 我覺得因為其實在前面打節奏快的 其實他們已經沒有辦法了 然後就開始挑一些高球 然後的確也挑得很漂亮 那我覺得在後面的處理 我覺得在最後關鍵的時候 就是還是有給他們製造一些壓力 讓他們帶有一些失誤 所以我覺得就是關鍵的時候 到4比3之後我們有再穩定下來 那這個穩定 就是說當然一定會有 比賽這樣子會有這個很高的跟up and down 對 你們那時候在場上是怎麼樣跟彼此說 因為這很關鍵嘛 的確很關鍵 那時候我看那個很關鍵時刻是怎麼樣來應付 因為他們就是4比0之後 其實一兩局我們就大概知道他們改變成什麼打法 那我們就再多溝通 我們就一直提醒對方說 就算他們得分我們也不要因此而感到挫折 或者是影響到情緒 因為其實他們是因為沒有其他的招數 所以才會用這個 那這是最後一招 我們等一下破解我們就贏了 而且我們還是站在領先的 就是 對 然後去看這場比賽 所以就是提醒自己不要自亂陣腳 對 對的確後來沒有自亂陣腳 對 對啊 對 就你知道嗎 就是 講一下 你沒有打渾霜嗎 對之後姐打 對 講一下就是打女霜跟渾霜 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還有心情上 是不是 渾霜是不是 比較壓力小一點還是 並沒有 我覺得 渾霜主要還是以男生為主 因為其實男生只能主導 而且男生的 球速什麼都還是比我們來得更快 反應也比我們快 那女生的角度就是 女生可能會比較細心 會去看注意對手的一些習慣啊 然後一些動作 然後可以提醒男生 所以我們只能起到這樣的作用 然後不要有太多 多餘的失誤 然後給男生壓力很大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做一個 就是 輔助的角色 對 一天這樣打兩場 對提能來說的 會不會是一個負擔 我覺得 今天感覺是還好 而且今天其實比較好 對 還好 沒有這麼熱 可是很濕啊 今天打完了我裙子都在滴水了 對啊 很潮濕 很潮濕 所以流了蠻多的汗 不過應該補充一下就OK了 OK 那那個 SOFAR講 就是 今天又晉級了嗎 對 那接下來晉級 真的有可能會碰上 搞不好碰上自家人 自家人對決嗎 因為那個莊佳榮跟謝淑衛那邊 是分成兩組嗎 如果一支分別晉級會不會有光 是誰跟我們同一區 我們 你們沒有同一區耶 對啊 好像沒有啊 你們沒有跟你們同一區 所以變成就是那一區 如果大家都晉級的話 如果一支晉級的話 一支晉級真的會有可能 但是不會去想這些嗎對不對 我們其實都是 就是一場一場 我們大部分都針對一場一場 因為其實 像我們下一場的對手 他們本來是種子 本來預定對手也是他們 然後他們輸了 對 羅馬尼亞的贏了 對 羅馬尼亞的贏了 對 所以其實像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預設立場 對 可是我是覺得這會是一個 很吸引台灣球迷看的話題啊 絕對啊 我覺得大家都能晉級 是這很棒的事情 對啊 因為其實 就是最高殿堂了嘛 大家都很想要晉級 那如果到最後可以 大家都碰頭的話 就最好 因為就可以保證擁有一組 在往前嘛 所以我覺得 其實如果可以這樣 絕對是很好的啊 我也覺得是很好的事情 嗯 對 好 謝謝 今天好像 不好意思 沒關係 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好像那個 姐姐在往前表現的 比較突出一些 沒有我覺得浩琴今天表現得很好 是嗎 對我覺得浩琴表現得很好啊 我是說你今天好像 往前 上一場 沒有 上一場 你好像一直在打底線嘛 完了 這一場的話 你好像在往前打得比較多 比較活躍 對 那我在底線有沒有 比較好一點 今天 底線也滿好 謝謝 而且你叫得很大聲 上去 我有注意到 哇 因為我覺得要針對對手的打法 然後 因為今天 對手的節奏很快 我們必須 兩邊都要給他們智障壓力 然後才會有更 他們才會更多的失誤 否則給他們打順起來 我們一開始沒有先壓住的話 會蠻難打的 所以 其實每一場戰術都會比較不一樣 我還有一個問題 你第一場的時候 你講說 當時有一點點中暑的感覺 對 這場好很多了 因為 其實 就是上一場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是不太舒服 然後 前一天練球 我也練 大概練15分鐘就沒有辦法練了 就是頭很痛 然後 我全身很重 那我覺得今天調整過來已經算好很多了 而且加上今天天氣又 大會對我不錯 天氣比較涼 然後 有兩場比賽 所以我覺得相對起來 比天氣熱 負荷稍微小一點 其實你們現在的那個比賽場地 我有注意到 都是比較大的 就是今天那個Core 10 也算是在Core上面來講 是一個比較 對 我都覺得是 你知道 就是 有在提升 我是這樣覺得 我不曉得你們有這樣覺得 因為我覺得其實在雙打部分 就是台灣這個選手其實表現都很好 對 大家都表現很突出 已經 就是在四大公開賽都有很好的成績 那我覺得 這樣子也是大會的一個認可 然後 也是他們認為有這樣子的一個需要 一個需求 然後也知道台灣很多人在關注這件事情 甚至整個亞洲 那我覺得 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對網球界啊 那對大家的影響力 如果我們影響力越來越大的話 我們也會很開心 嗯 今天很會講話 對啊 對啊 謝謝 那你要回去我跟我說 以後我在講話的時候 你讓我把他講完 因為他把我打過 我就不知道怎麼講 可是事實上播起來蠻好玩的 對啊 我就說你們 你們連那個在訪問以後 再打雙打 真的 傳球傳來傳球 對啊 其實 我不知道我這樣看啊 就是 是不是有點像 打雙的是不是有在下棋啊 我覺得那個 好像就是 那個 不同的時候 對不同的發球人 然後所以 一換來換去 感覺好像都要 臨場要很活躍 對不對 就是你要腦筋 動得很快 對不對 是不是會這樣 就是 真正下一個發球是誰 誰是誰 真的需要頭腦動得很快 好像在下那個 下棋 對啊 因為節奏很快 你分一分只有20秒 然後你又要去 你下一分怎麼打 好的 好 好 配的那個 印度的那個 你那個混雙 是不是很強 所以 很強 好像蠻強 第一次跟他搭配 是怎麼找到 他找你還是你找 因為 我們彼此都沒有搭檔 然後就問了一下 然後他就 就說好 因為我們 其實在溫網的時候 他有想要找我配 但那時候我有人了 然後我溫網配完那一個 那個搭檔 他要去跟他們國家 澳大利亞跟澳大利亞的配 所以我沒有人 然後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也在找我們 然後就說 對 然後我們兩個就說 好 他不跟米爾沙配 你都對 因為米爾沙好像都跟同一個 都跟Solaris配 對 這個配來配去的很有趣 就是這樣很 casual 我們就 你要幫我們這樣嗎 就這樣嗎 就你要傳點訊啊 就這樣 大部分女生比較主動 真的齁 因為男生都是時間到了 才會 才會開始急 才開始找你 然後女生都提早一兩個月 就說你要不要拿 要不要拿 這也很有趣 那米爾沙原來是跟你 巴拿馬的那個配嗎 是嗎 因為我原本就是 今年就是美網 可能是 原本的計畫是跟 就是之前那個米爾尼 再配回來 但是 因為我們的排名 我們原本以為是 在星星納提後的排名 但是 大會選的是星星納提前 之前 所以我們兩個加起來 差一點沒有進 然後 對啊 就想說專注在女雙 今年 你們這個氣氛也是這樣的 補充嗎 妳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 通常都是 通常都是用最新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他們說了 我們也只能這樣 對啊 像打混雙啊 對於打女雙 就是會有一個 什麼樣的輔助作用嗎 因為畢竟有一個是男的嘛 對 男的球比較快 然後你的反應相對要比較快 然後 打回來女生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好像比較有一點 多一點時間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 你這樣接發球會變好啊 因為你接了男生的發球 你接了女生的發球 會比較慢 所以我覺得其實還是 相互相承 對啊 OK 好了嗎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